我是环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侃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 在他此次东内亚执行的首战印度尼西亚发表演讲 宣扬美国对印太安全与繁荣的承诺 他再次虚伪的阐述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 声称美国捍卫基于规则的秩序 目的不是压制任何国家 而是保障所有国家选择自身道路的权利 确保他们免受胁迫与恐吓 大家看布林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他把西方政客用高尚词汇传递战略恶意的那一套 表演到了极致 看看西方主流媒体是如何解读 布林肯的此次东南亚执行和他的演讲吧 法新社评论说 华盛顿正寻求加强联盟 以对抗中国崛起的实力 路德社和BBC等从布林肯辞访中看到 东南亚已成美中竞争的关键战场 美国彭博社的标题就是 布林肯抨击中国 寻求团结美国在亚洲盟友 中国高速发展为东南亚繁荣 注入了强大动力 中国也因此成为东南亚几乎所有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扩大 是个自然过程 是合作扩大的副产品 有着地缘的必然性 虽然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有海上纠纷 有的域内国家对中国崛起 有安全担忧 但这些并未影响中国与东盟国家不断深化合作的大局 美国从重返亚太开始到当下推行的所谓印太战略都是彻头彻尾的地缘政治计划 华盛顿大幅提升在南海的军事存在 扩大在这个地区的能见度插手这里的政治进程 全都是冲着中国来的 意在压制中国崛起 换言之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本身就是目的 美国来这里搞关系 则心术不正 他是要破坏这一地区的原有发展合作生态 打入地缘政治蝎子 这一点全世界谁都看得出来 谁都清楚美国想把东南亚打造成其战略围堵中国的屏障 他在这里高喊民主规则自由的美丽口号 但他实际干的就是扩大这个地区的裂痕与怀疑 催化每一个争议的发酵 可以理解的是 东南亚国家面对中国崛起 存在一些担忧 会愿意美国这样的意外国家在本地区发挥一些平衡作用 美国的存在就像安眠药 少吃一点 吃半片 会让一些人睡得更安稳 然而安眠药的副作用是客观存在的 过度放纵的服用它 产生强依赖性 会从吃半片变成吃一片 甚至吃两片 那样就会造成伤害 东南亚国家需要与中国共同维护积极的邻里之道 以有利于各方和整个地区的方式 推动彼此关系的不断健康化 这个地区不能被美国提供的安眠药控制 它的安眠药在本质上就是鸦片